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3月21日,首先這裡有社長李敏旺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曬冷氣那裏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有一句說話叫人紅是非多 現在科技界最紅的人就莫過於Elon Mars、馬斯克 近來他的,其實是昨天 他的Tesla車廠又有消息報出來 不是好消息 就是說有一個說法就是 中國的軍方已經禁止軍方人員 和國企員工用Tesla的車 因為擔心有洩露私隱的風險 不單止是洩露私隱,是洩露機密的風險 其實一早都應該禁止了 就是我那時特斯拉去中國開廠 其實我已經說了一件事 如果特斯拉去開廠的話 不是不行 就是你國企那些都不會用它 國家也都不會光顧它 因為它那些車實在太多傳感器 是看著司機在做什麼 以及看著外面在做什麼 而且它那些車是有聯網的 是聯線的 這個情況其實是高危的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是高危的 就是每一架特斯拉的車 都在收集資訊 去幫特斯拉這家公司 完善他們的產品 其實和大家的手機 iPad那些是一樣的 就是有些機密的地方 就是會牽涉到國家機密的地方 這些東西是全部要放在外面的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不准帶進去的 所以禁特斯拉的汽車也是適合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我粗淺的理解 因為它是聯網的第一件事 就是它如果有東西 在這輛車那裡聽你說話 其實有的嘛 有Voice Command的 那它那些聽到你聊天的內容 其實理論上是可以傳回 特斯拉那家公司那裡的 就是譬如你講電話 講一下那些項目怎樣做 駕駛一下車講 接著你在特斯拉那裡講的話 它有可能知道你電話裡面講什麼 就是這件事情是絕對有可能的 當然馬克思當然不認 馬斯克 不是馬克思 馬斯克當然不認 但是其實它在2019年 那些人找回它2019年的時候 它已經出了一個Tweet 就是說它的車裡面 其實就裝了一些內置鏡球的目的 就是將來就可以跟Uber這些競爭了 就是它當然這麼說 而最重要的就是 是讓它全自動駕駛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的車出了事 你就可以知道 哪一個人弄壞你的車了 這樣說 就是其實它自己都承認了 它的車是有這個鏡頭來自等等的事 由於是這樣的 它還有 你剛才說的那些是向外的鏡頭而已 是不是 但是其實它還有向內的鏡頭 它是可以看到你那個駕駛人做什麼的 就是除了向外的鏡頭之外 還有向內的鏡頭就是 就是好像安心事件那樣 如果是一個特斯拉那裡發生 那可能 就是那條視頻的發放 就不是的士佬發放出來 就是特斯拉發放出來 那就更加多人害怕 那現在馬斯克就已經說了 我們就會撤銷一些車主的全自動駕駛功能 因為這樣做 這些全自動駕駛功能 會令到那些人駕駛的時候 就不會留心這個公路環境 那當時也有人馬上問他 喂 你車裡面有個鏡頭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車 的人駕駛的時候 望遠的方向 馬斯克 他說 是啊 是會的 這樣說 就是自己自打嘴巴 承認你的車是可以監視到的車主做什麼 結果 而今天馬斯克出席了一個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那時候 他就馬上知道自己可能失去 就說 我們啊 是會保護客戶資料的 如果我們特斯拉生產的車 在中國任何地方做間諜活動的話 我們就要倒閉的了 這樣說 就是講到很厲害 就是他現在就在那裡說 我們絕對絕對不會 將那些資料放出來的 絕對不會的 因為這樣做 我做生意就沒有了 這樣說 那這個是事實 如果他是做間諜活動 他的公司是要收拾的 但是你要證明他有做間諜活動 很難啊 他們那些伺服器不是在中國的 很多都 很多都在美國的 他的資料直接去了美國 你怎麼知道他傳了什麼去美國 是不是呢 就是禁用就很恰當的 就是我覺得軍方國企那些 始終都不是 始終都是美國科技 要小心一點 那 其實呢 他馬斯克自己本身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論壇那裡 都在那裡又誘猜了 就說希望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之間 建立多一些互信 這樣說 那他現在呢 就是跟這個 他在那個論壇那裡 就是跟中國的南方科技大學的那些學者 那些中國量子物理學家那些 在聊天 就是作為一個座談會 聊一下 那其實他很早的時候 在2019年 他曾經跟馬雲 他剛剛說要在中國開廠 2019年的時候 他曾經跟馬雲聊過 當眾就說 我們應該怎樣可以派到人 將來上火星 不是人工智能的事呢 這樣 馬雲就跟他在那裡搭爹 現在馬雲都低調了很多 不過可以見到 其實中國政府是不是有意 就是錯一錯他銳器 他最近好像很多很多事發生 對他很不利 因為有一件事的 其實特斯拉在國內 就很多碰大欺客 不守法律的問題 其實那些我們都說過了 當然有很多特斯拉的粉絲 就很不喜歡我們說這些 但是事實都是要說出來的 其實特斯拉他們這些電動車 就是所謂的高智能電動車 其實是有這個潛力去做這個間諜活動 應該這樣說 所以內地軍方不讓人用 或者國企不讓人用 其實很恰當的 正常 其實很恰當的 絕對是恰當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內地其實到現在 都是有很多那些軍事管理的小區的 在北京是很多這些軍事管理小區 那他們門口會寫明 洞洞洞洞洞洞南 這些小區的軍事管理 那軍事管理就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大院 有很多裡的幹部 那些oral人 我認為其實這是一件事 我認為是好事 根本就是只應該給這些國產車進入這些地方 這個是我操線的看法 那我當然見過這些車進入那些軍事管理範圍 但是其實那時候我已經覺得 不是很行的 這樣做 你給特斯拉的汽車進去那些地方 以前是有的 因為特斯拉其實進入了中國市場很久了 說起碼都六七年 那有些 怕說 有些紅二代都是開特斯拉的 在北京 其實那時候我一看到已經覺得很有問題 應該是禁了他們 其實你想一下 那個情況是跟Google手機一樣 或者蘋果手機一樣 它聽到你說什麼 那個數據是會傳輸到Google的總部 所以牽涉到國家安全的東西 我認為都是要很小心的 你用回國產的東西就安全很多 反而我覺得是禁得太遲了 但是其實它的全自動技術是有問題的 我們曾經有一節 202110313i都曾經說過 它的車在全中國 是會突然間失控的 相信是跟它的全自動駕駛有關係 而且如果再加上現在這一次 基本上因為這些事是受到中國政府調查 你的技術真的有問題 它現在的競爭等等 當然是很明顯 這個電動車的競爭市場越來越大 是 它就是搞一個肩膜 就是要自動駕駛 其實它自動駕駛 它怎樣拿數據呢 其實很簡單 我告訴大家 自動駕駛的那些車廠拿數據 那些大車廠就會自己整一隊人去做 但是特斯拉就不是的 特斯拉它是用一些用家的數據 很明顯是 就是你駕駛著特斯拉到處走的話 那它在走的途中也會收集數據 因為嚴格來說 它是一架有連線的汽車 它這樣做 它覺得沒有問題 這輛車是你照駕駛的 但是它在外面 就是它那個傳感器感應到的東西 它傳回去特斯拉再做分析 它覺得是天經地道的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基於安全來說是有問題的 私隱等等是絕對有問題的 那當然了 那其實是有問題的 那它說會保障私隱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拿到的資料 我就不會再放出去的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它說它會再保障私隱 但是就不是說它不會拿你的數據去用 就是你的數據 我拿了之後 我就是自己用的 其實它的意思是這樣的 一直都是 但是你說是這麼說 信不信是一回事呢 那講個現實的情況給大家聽 就是特斯拉這件事情是不可信的 就是我一早已經有這個觀點了 那你說你Raymond Wong遇設立場 不喜歡特斯拉而已 那我不是不喜歡特斯拉 就是我只不過是說 它們那個做的行為是有問題的 太多了 有問題的行為實在太多了 就是那些數據服務 因為它是可以隔空update你的車的 那些軟件的 你是要駁 Wi-Fi又成的 那你駁了Wi-Fi之後 其實它的車 傳了那些數據 就可以送去特斯拉公司的 那你在那個使用者 附帶 就是接不接受那些條件呢 其實你接受了的時候 它是可以把那些數據送去特斯拉的 那個End User Licensing Agreement 叫做EULA 就是你使用者 用它的服務那個條款 是包括了 將那些數據傳給特斯拉的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的 那你同意了這些東西 那你就始終會有一些 你可能不想送去特斯拉的數據 送去特斯拉 其實這件事情是有問題很久 不過沒什麼人說的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特斯拉 是有問題 那這些情況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一早知道的 但是我們的盲點 就是我們以為 其他人都一早知道的 所以我們就有些細節 沒有說到的 但是原來那些人是覺得 就是這個 馬斯克是救世主來的 他做什麼都對的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的 那好像 不是很 對數而已 我覺得就 他說 他是 他是 他的做事方法 他的經商方法 就是自己 跟特朗普其實是一樣 將自己變成品牌 總之你相信我 是很有邪 那種這樣的做法 其實跟特朗普的做生意手法是一樣 就是推廣的方法是一樣 將自己變成一個頭牌 所以見到他做很多事情 其實是很出格 太出位 是啊 其實之前我講 我們有一節講 他說在那個 自動召喚那個功能 就是那個智障召喚功能 其實他的現實就是 他那個Smart Summon 如果以一個自動駕駛的角度來講 其實他是一個第四級的自動駕駛功能 但是特斯拉他就很離譜的 他就是做了一個 我們之前也有節目講 如果你沒有聽過 你也回去聽 他就將那個智障召喚功能 就講成是一個第二級的自動駕駛功能 就是要那個用家是看到這輛車 才可以用的 就是你看到他 開始有些不對勁 你要殺停他的 你要在那個手機那裡 嗯 他就假裝的 其實就是 就是說 特斯拉在這個智障召喚功能裡面 有任何出錯都不關他的事 因為他是第二級的功能 但是其實 因為這些這樣的召喚功能 其實在美國呢 是寫到明的 這些是四級自動功能 如果是四級的話呢 理論上呢 車出任何問題 特斯拉都要負責的 是 我講回 我們講的那一節 就是2010304F 是望向的 又是特斯拉也的 智能召喚功能 警成智障召喚 就是這一節 我們已經詳細講過 其實他是做很多 機械事件出來 但到最後 都是 他說到自己不關 不關他事 出事就不關我事 他在使用者條款那裏 EULA End User Licensing Agreement 寫明的 出事不關我事 數據可以送去我們 是這樣的 所以中國政府 是要這樣對它 是應該的 很多東西不負責任 不過是太遲 其實是太遲 我認為是 根本沒有想過會這樣 我覺得是 沒有想過會造成一個風險 當然 這種真的是新科技 當時怎麼會想到 會有這樣的東西 那現在遲到 遲到就好過沒有到 都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是好事 就是現在 這個跟中美談判 是沒有關的 就是我很坦白說 是正面認識了一件 國家安全風險 只可以說是 但是當然 西方的傳媒 就不是這麼說 就是說 咦 為什麼那個時刻 是剛剛跟這個 阿拉斯加之會之後 是要求索 立刻做這件事呢 是不是有關聯呢 這樣說 他們當然是這麼說 但是實際上 其實肯定是無關的 因為這些風險 其實大家 真是很坦白說 最初的時候不覺得 但是整一下整一下都會知道 是有這個風險 尤其是當它是有鏡頭 對著那個司機的時候 你除了鏡頭對著司機 還有什麼對著司機 不只鏡頭對著司機 一定有收音 還有其他東西 那你向外的那些鏡頭 還有傳感器 它的數據 一樣是傳去別的地方 其實有幾大風險呢 其實坦白說 不知道 就是要看一下 它的傳感器 那些數據有多少 傳去給特斯拉的又有多少 因為那個問題呢 就是特斯拉呢 她是當自己是一間科技公司 她不當自己是一間 汽車廠的其實是 她的本業是一間科技公司 而科技公司長期做一件事就是 在用家那裡收集數據 而且在EULA那裡 是寫得清清楚楚的 這些數據是可以給特斯拉的 特斯拉就說 你們用家是可以知道 我們有什麼數據傳給我們的 你們有什麼數據傳給我們的 我們就是用家 有什麼數據是我們收到 你們可以知道的 但是不僅如此 其實她一早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了 這個特斯拉 她有三類型的數據 是會在你的車裡拿的 第一 你個人的數據 你用的電子產品的數據 因為你要打藍牙那些 就是你的電話 有些什麼她都知道的 好了 接著就是 就是和你的汽車有關的數據 和你的充電器有關的數據 這三樣東西 就是她那個Tesla Energy Product 就是 抛鍋那些 全部都會有數據送回到特斯拉那裡 還有 她寫得明白的 你不是連線她都可以收你的數據 對的 We may 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or about you offline 對 Such as when you visit a Tesla store or repair facility Attend one of our events Sign up for a test drive Place an order over the phone Or contact our customer service or sales department 什麼測數據都拿的 還有 through your browser or device through your browser or device Certain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by most browsers 自動在你的電話裡拿的 就是自動在你的電話裡拿的 Such as 連Mac address都拿了你的 Media control address 就是 更重要 就是基本上 跟手機 拿你的數據差不多 是啊 以前Mac address 本來就沒有辦法 將一個Mac address 連結回到一個人那裡 連結回到一個人那裡 但是特斯拉做這件事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 他就把你的Mac address 跟那個人聯在一起 可以 那其實 現在有很多東西 基於 就是說真的 有很多東西 就是說有私隱的 為什麼呢 就是你 比如那些藍牙追蹤的功能 就是讀你的Mac address 一個點去到另外一個點 那他沒有辦法 從你的Mac address 可以找到你的人出來的 但是 現在特斯拉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Mac address 跟人聯在一起 很厲害的 還有就是 你的特斯拉的車呢 就是 它的理由就是 我要盡 就是令到這輛車好一點 所以我會收很多數據的 但是 它搞到好像它是賣數 就是 很有Facebook的影子 很多人救病Facebook 就是它說很多東西 其實就收 尤其是Tim Cook去罵Facebook 說Facebook 你亂收人的私隱 然後拿出去賣 它收了很多數據的 就是其實它 其實每一架車訂出去 其實基本上 它收回來的數據 都可以幫它 就是整好下一輛車的 而且它收的數據 就比傳統汽車廠 多很多很多倍 嗯 傳統汽車廠 其實就 坦白說 知道的東西 就不是很多 其實是有局限 在這輛車本身的 行車電腦裡面 但是行車電腦 其實不是一個很聰明的電腦 因為它不會把大量數據 集在裡面的 行車電腦 而特斯拉的車是會的 就是還有一件事就是 它說明它是會 拿你的車的 收你的 數據的 那輛車的傳感器 記下了什麼 它都有權 拿你的 基本上是 它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它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它可以 登入去你的車那裡 它寫明的 其實你買它的車的時候 知道的 你要用一輛特斯拉的車 它就要有辦法 在特斯拉的公司 就要它進入你的車裡面 其實你做什麼 它都會知道的 在車裡面 是啊 其實嚴格來說 是什麼都知道的 只要它的傳感器 或者鏡頭感應到 它就有辦法知道 那現在中國政府這麼硬 遲下可能會 叫你 Elon Musk來聊聊天 喂 拆掉它 很嚴重的 不是這麼 哈哈 又不會叫它拆的 不過你 一般用家資料 你傳過去 又沒有什麼所謂的 就是這麼說 但是 當你牽涉到一些機密的東西 敏感的 敏感的東西 就絕對 不是這麼好 所以 坦白說 我看到這單新聞 我覺得 終於都禁了 我以為一直都是禁的 但是也會 會不會變成嚴重 打擊了它的銷售 比如說 咦 我國企做的 現在不准買 那現在就要賣掉它 哈哈 剛剛買了那些 真是口血的 哈哈 不會的 其實 就是 坦白說 有些國企 其實應該一早有內部指引 有一部分 不是全部 但是 今天這樣公佈出來 就是 遲了一些 終於做事 給我的感覺就是 終於做事 我不是一個很憎恨特斯拉的人 首先要澄清 有些人說 你們憎恨特斯拉才說這些 不是 特斯拉一直都有 很多東西是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事實 而事實是要說出來的 舉個例子 譬如你買一架 低端日本車的話 就是它沒有 行車的電腦很蠢的 那些就相對是很安全 它根本最多就知道 引擎發生了什麼事 其他那些是不知道的 或者四個輪子發生了什麼事 都可能會知道的 但是 不會說 譬如你買一架豐田 豐田不可能 搖它進你的車裡拿數據的 不行的 做不到的 所以特斯拉的風險是很高的 其實 就是對於一個用家來講 而且 它只要數據上有什麼閃失 譬如有一幫黑客 說不妥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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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搞他 搞特斯拉 那它一搞的時候 就不是純粹會搞馬斯克 是會搞他的用戶 是 那你自己想的有多嚴重 是啊 好吧 我們的節目都來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 回來再會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